哈囉大家好,這是金錢客人 大家好,我是Payton 我是Mosella台北辦公室的Payton 對,然後今天很高興來跟大家見面 然後來交給Aaron 大家好,我是台北辦公室的Aaron 然後我們今天來的最大的目的呢 就是要跟大家講個好消息 就是我們Mosella第一次辦的路逃就在台灣 所以我們要一起努力 就是把這個活動發展廣大 這樣我們明年就會有第二屆喔 好,然後呢,這是我們這次的主題 然後可以看到為什麼我們會設定 有鸚鵡啊,有樹籃啊,有海豚啊,也有長頸路 其實是因為我們這次的主題是把 我們網路三高這個議題包進來 也就是說我們就發現其實網路環境這件事情 在台灣其實大家都很少關注嘛 比如說我個子被盜,我就被盜啊 然後我的FB的被追蹤就被追蹤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通過的跑步 然後也同步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我們的網路環境已經生病了 那每個人都,譬如說你有三高,你高鞋子 你知道要多運動,控制飲食 那當我們的網路已經很不健康了 為什麼大家都還試過無毒這樣子 所以這個,這個跑步的行動有一點是 號召大家,喔應該覺醒了 就跟著我們一起意識到網路 網路健康這個議題是需要大家一起參與 所以我們也希望就辦一個馬拉松 然後讓大家可以就是一起加入 好,然後呢我們這次跑步呢 有分成3K跟10K還有21K 那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這次有一個公益的元素 就是你只要參加3K跟10K 然後我們有一個叫做 甩開網路三高的競速賽 就是你沒跑過一個Pacer 我們就會幫你捐錢 那詳細的內容待會會會介紹這樣 好,然後我們的時間是在 呃,今年的12月8號的早上 然後第一點是在那個花博公園 就是圓山那邊就還蠻漂亮的 大家有去過嗎? 就是從水晶橋過去那個地方這樣子 然後我們是呃,期望可以達到3000人這樣子 然後基本上我們會分成主舞台區 還有賽道區還有活動區 那詳細的話大家可以看一下這一張圖 然後呃,這就是我們到時候的主舞台 然後這邊其實是一個花博的一個廣場 所以它這邊是一個很大的空地 然後我們會在這邊有個舞台 那舞台上就會有基本的說說 哦,我們要開跑了 然後也會剛開始跑步之前 也會帶大家在做馬生操也是在這個地方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其實這紅色的地方 我們會有一些攤位 就是會也留一個三成三米的帳 然後讓大家在那邊可以放就是community的東西啊 就是我們什麼宣傳的東西 或者是common voice的東西 也可以放在這邊宣傳 然後這邊的話呢就會是我們 呃,規劃的一些活動的地方 那這邊的話呢就會是 呃,跑步的人他們寄屋啊,屋,放衣服啊,衣館這邊 然後呢,這邊呢就會是一些 呃,其他大會區 就是大會服務台啊,什麼的 對,然後基本上你看到這個呢 就是,呃,有三個地方的起跑點 就是我們3K,10K,21K嘛 所以每個集結的地方不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跑步的,呃,明槍台 然後這個是起點這樣子 好,然後我們當天的流程就會是 甚至開始跑步的話 就會是在6點,6點40,21K會先跑 然後3K的話會在7,呃,7點沒錯 然後我們會在9點半的時候 有一個公益捐贈的儀式 就是說我們剛剛不是有說pacer嗎 那我們就會統計說我們到底要捐多少錢 然後就會在9點半的時候有個儀式 然後9點40的時候就會是1300的頒獎 然後這個就是詳細的3K,10K跟21K的圖 那詳情其實大家可以上網 在我們很可愛的網站 然後也會有很清楚的指示說 對我們怎麼跑 那其實這邊就不就不特別的細說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這次的完賽物資 其實做的非常的精美 大家看到了應該還想到吧 還不錯對不對 然後我想特別強調的是說 我們這次的這個貝紙啊 我們是可以再利用 就是說譬如說你拿到的禮包10K 你拿到的這個獎牌 然後上面那個獎牌其實可以把它拆下來 然後就留在家裡 就剛剛在家裡這樣放著 然後你這邊就可以掛你自己上班的貝紙啊 或是游泳給我 所以這個袋子就是很可愛 然後它也會是就是我們的小洞 還有我剛剛提到的樹板啊 然後長頂部啊 海豚啊跟鸚鵡這樣子 然後另外的話呢 這一次不管你是跑哪一個K樹 都會有一件T恤 然後這個T恤也非常可愛 就是一個古靈在跑步這樣子 滿有經驗價值 然後毛巾也是所有人都有 而且它是正反兩面喔 就是還滿值得收藏的 那三個餐具的話呢 是只有21K跟10K才有 那水袋的話呢 是3K跟21K才有 所以就是可以看一下左邊的這邊 那完賽證書 是因為我們這次有21K的版 所以他們會有晶片 晶片計時 那也會有紀錄 所以就會完賽證書 那我們這次剛有提到說 是跟工藝合作 那我們這次跟工藝合作團體 是關懷微教基金會 那他們現在其實在關注的是 偏鄉的小朋友 而且他們是非常強調 是數位教育 就是會透過一些 他們這邊是用機器人啊 就機器人學習的方式 來撫避偏鄉的小朋友 可以早一點接觸到 資訊科技這一塊 然後呢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有配設 然後這是詳情 那簡單來說呢 就是會有三個配速員 然後他們會先起跑 就是他們就會先跑 所以 如果你超越第一個配速員 我們就幫你捐10塊 超越第二個就20 所以每個人最高可以捐30 那如果你就是去練兵 然後跑不快 沒有追過任何人的關係 那每個人至少都還會捐5塊 所以我們也希望就是 這樣的活動 可以讓大家就說 其實你參與活動 怎麼可以捐封印 就是很有意義這樣子 好 然後另外呢 當然我們不可少的 我們還是要多多宣揚 我們自己的 台北辦公室的產品 所以我們在活動現場 其實會有一個活動 是你下載FiveOS Lite 我們就再捐50塊 所以這樣一個人 最多可以捐80 然後如果你是BOSS 最少的3K是400塊 那等於是你的400塊裡面 有80塊其實是捐出去的 然後再加上那麼多可愛的贈品 就是非常值得這樣子 好 然後呢 除了這樣子之外 我們也會邀請基金會的小朋友 在我們有規劃一個 叫集體參會區 我們希望讓大家可以參會出 喔你覺得網路未來 是應該長什麼樣子 希望讓大家 透過集體創作的方式呢 可以凝聚一點意識 然後大家一起來 關注網路環境的健康 然後另外一個很可愛的小活動 就是當天就是 你來幫你參加跑步 那你說欸 我家好像有一個耳朵 你比如說欸 這是狐狸耳朵 那馬上就可以再讓你抽獎 那抽獎的東西呢 就會非常豐富 就各有都有 那這個 到底是什麼呢 就當天就知道了 反正就是很精彩這樣子 所以也鼓勵大家可以把 就是狐狸女優術穿上身 然後大家一起跑 然後有狐狐 感覺還蠻可愛的 好 然後另外我們還有一個 活動是給 比如說你3K很快跑完了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九宮格 就是象徵線打擊網路三缸這樣子 好 然後呢 還有一個QR Code 就大家如果好奇 這個活動到底有多有趣多精彩 可以掃一下QR Code 就會進出我們的觀光 然後就可以馬上就可以報名 OK